菲律宾9701号海警船在仙宾郊内更换舰长 中方强力围观 这几天晚上就收拾这个话题 6月4号滞留在仙宾郊的菲律宾海警9701号行农舰 举行的一场仪式 已经在海上执行八个月的舰长加斯帕尔 指挥权移交给了另一名指挥员杜兰 仪式在9701号船的舰桥里面举行 眼尖的人们发现 悬舱外面竟然是一艘中国海警的行农舰 距离可能只有几十米 也就是说这场仪式是在中国海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进行的 人们评论说 这可能意味着菲律宾海警打算在仙宾郊长期滞留 而中国海警也打算寸步不离 9701船是2018年日本为菲律宾免费建造的 多数时候停泊在巴拉旺岛 作为菲律宾海警吨位最大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行动舰 9701号称得上是菲律宾海警的掌上民主 或者说叫新甘宝贝 2023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期间 菲律宾方面还安排他亲自登船参观 并且向岸田赠送了有菲律宾海警涂装的 9701船的模型 9701船入役之后 不仅用来对付中国渔民 也用来驱赶越南的渔船 因为他航速快 操纵性能好 即使在对付渔船这种小目标的时候 也有很好的表现 对于这么一条高性能的宝贝 菲律宾海警是又想大胆使用 又不敢冲得太猛 9701号在2023年初 就在仙宾礁与中国海警船发生了对峙 中方为了警告他 摘掉了主炮的炮衣 9701号看到黑洞洞的炮口 乖乖的退缩了 2023年 9701船还在仁耐礁与中方发生对峙 中方海警船开座马力 从他的祖先掠过 菲律宾的海警不敢让这个新甘宝贝受伤 只能减受让刑 这一次菲律宾海警强行把9701船 停泊在仙宾礁的礁盘里面 可以说是违反了他们对这条船的一贯的使用的原则 大概是美方把菲律宾逼得太狠太紧 菲律宾的海警不得不出此下策 9701船是四月中型就开始停泊在仙宾礁里面的 当时就有香港的知名媒体人认为 菲律宾海警这样的选择非常不理智 中方可以轻易的出动大量的海警船 把9701号团团围住 让他什么都干不成 后续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中方目前采取的策略 就是用八条船把9701号围困在中间 就在菲律宾进行舰掌轮换的仪式的时候 一艘中国的海警船正好从他的左旋驶过 距离直近基本上就是脸贴脸 因此无论9701号搞什么花样 都逃不过中方的眼睛 9701号滞留在仙宾礁 意味着菲律宾海警机动力量的丧失 非方在仁爱礁黄云岛这些热点 它的对抗力量将不支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只要菲律宾不舍得让9701号坐摊搁浅 让他就这样困手在泄湖里面 不是什么坏事 非方打算让9701号赖着不走 不等于中方 不会采取措施 我在此前的节目中就提到过 解放军的071型船坞登陆舰 出现在距离仙宾礁大约50海里的位置 6月7号 这一艘071型的身份得到了证实 原来是解放军海军五指三号登陆舰 6月3号到4号中国海军在南海仙宾交海域发起 两栖登陆实战演练 小军海军出动了两艘气电艇和两架舰载直升机 在仙宾交海域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演习 每一次演习的持续时间 大约都为7个小时 随着6月15号的临近 中国海军将执行新的海警法 将得到授权 对非法闯入我领海的外国的船只和人员 采取强制措施 如果菲律宾方面不知去继续挑战中国领海领土的主权 中方的动作方式 有可能在6月15号之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好 这就话给我们评论到这里 Ent It To It It Hits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能有使用 鹤 好 不 从 操作 时 宜